这期继续分享农民第37篇 跑到院长办公室威逼米成光的人 正是昨天晚上的漏网之鱼藤野原子 作为山口祖樱花杀手组织的骨干人员 世界杀手界排名第9的杀手 藤野原子的性情是相当高傲的 当初他接到的山口祖的上风的命令 让他混到华国来刺杀赵长枪 并且还要带上那么多人 他还相当不屑 以前他干掉的目标 不是有无数保镖保护的商界巨子 就是国际黑帮组织的重要人物 现在让他带这么多人来对付一个赵长枪 岂不是小题大做 杀鸡用了宰牛刀 在他看来 赵长枪不过是小小独龙会的老大 还是幕后的 再就是一个华国农村的村主任 让堂堂世界排名第9的杀手 来刺杀这样一个小家伙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但是当他听上风说了 赵长枪的身份并不简单 很可能是华国军方的秘宫 并且曾经混到岛国将猎鹰小组的人安全就回华国后 他的心中才稍稍正视了一下赵长枪 最终勉为其难地带人来到了华国 没想到就是这个藤野原子心中的小人物 竟然在他精心策划的刺杀下 在身中四枪的情况下活了下来 让他的第一次刺杀功亏一篑 直到他得知赵长枪身中四枪竟然没死之后 心中才真正将赵长枪当作了危险人物 并且重新评估了赵长枪的能量 然后再次经过精心策划 于昨天晚上对出院的赵长枪发动了强大的攻击 让他吐血的是 赵长枪所谓出院回家过年 竟然是一个专门为了对付他的一个局 昨天晚上 他们不但连赵长枪的影子都没见到 而且除了他侥幸逃脱之外 其余三十多人竟然全军覆没 耻辱 绝对的耻辱 曾经失败过 但从来没有如此失败过 自从藤野原子成为一名优秀的杀手后 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惨痛的失败 所以为了完成任务 也为了给死去的兄弟报仇 藤野原子打算连夜回到嘉河市人民医院 不惜一切代价将赵长枪干掉 他已经很清楚 既然昨天晚上赵长枪没有和那些人一起离开医院 那么赵长枪一定还在医院 并且身上的伤一定非常的重 甚至连车子的颠簸都无法经受 不然 昨天晚上 赵长枪是不可能让手下的兄弟独自冒险对上自己的 要知道 赵长枪这种人可是最讲义气的 昨天晚上 藤野原子侥幸逃脱后 恨不能一步飞到嘉河市人民医院 飞到赵长枪面前 一刀削掉赵长枪的脑袋 但是这家伙狼狈 逃回到他们停车的地方 开着车子拼命往嘉河市赶的时候 他来到华国后 用假身份证购买的二手尼桑 竟竟然在半路抛锚了 这家伙一边咒骂着自己的同胞不地道 清销到华国的汽车都是垃圾 一边等在路边打出租 可是今天是大年初一 根本没有出租司机 在今天出车 直到天亮以后 才截住了一辆 从芙蓉镇回嘉河市的私家车 用窝刀威逼着司机 将他带到了嘉河市等藤野原子 赶到嘉河市的时候 太阳都老高了 他连口饭都没来得及吃 就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嘉河市人民医院 本来他以为到了医院后 随便问几个医务人员 就能知道赵长枪住在哪个病房 可是当他问过几个医务人员后 竟然所有的人都说 赵长枪昨天晚上已经出院了 出院 出院 出你妈逼啊 藤野原子听到医务人员的回答后 心中不接暗骂 但是 他心中也明白了 医院肯定忙过绝大部分医务人员 将赵长枪转移到了一个比较隐秘的地方 无奈之下 藤野原子直接闯进了米成光的院长办公室 要米成光告诉他赵长枪 到底住在哪个病房 米成光看着眼前插在自己办公桌上的明晃晃的刀锋 连击带下 大冷天脸上的汗都下来了 他实在拿不定主意 到底应不应该将赵长枪的消息告诉藤野原子 好像无论告诉他还是不告诉他 他自己都没有好果子吃 赵长枪的背后是独龙会 而独龙会在家和市一手遮天 得罪了他们 脑袋怎么掉的都不知道 但是眼前的这个青年显然也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 自己一个不自说出口 面前这闪亮的刀锋可能就要划破自己的喉咙 先生 你 你能不能先把刀收起来 不然让别人进来看到 你不但找不到赵长枪 可能还会将警察招来 米成光吭吃半天才说到 他打算先让藤野原子将刀收起来 然后再见机行事 你给我闭嘴 别给我耍花招 马上告诉我赵长枪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然我现在就砍掉你的脑袋 藤野原子红着眼睛 看着米成光说道 同时单手一挥 窝刀从桌子上拔出来 疏得一下架到了米成光的脖子上 米成光顿时感到脖子一阵凉嗖嗖的 裤裆里一热 小便失禁了 先生饶命 饶命 我说 我说 米成光正要将赵长枪的消息告诉藤野原子 门外忽然传来敲门声 一个声音从门外传来 米院长在吗 藤野原子忽然想起 自己进来后没有将办公室的门反锁 门外的人随时可以推门进来 他可不想还没见到赵长 枪的面就把警察招来 所以听到门外的声音后 马上将窝刀收了起来 米成光 这回算看清了 藤野原子手中的窝刀竟然是弹簧道士的 只见他单手一甩 窝刀就蜷缩到了超长的刀柄之中 燃手 顺手插在了腰间 米成光看到自己面前的刀锋消失了 心中这才长须一口气 定了一下心神说道 谁呀 进来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走进来的竟然是财政局甲局长 他一进门 就马上一脸笑容地对米成光说道 米院长 你也太不地道了 你把赵长枪安排在第二住院部 也不和大家说一声 结果因为我不认识他 刚才把他得罪了 看样子 他以后要找我的麻烦啊 我想请米院长帮个忙 把这张卡交到赵长枪手中 然后在他面前给我说两句好话 解开我和赵长枪之间的梁子 你看行不行 米院长 算我求你了 财局长说着话将一张银行卡 放到米成光面前的办公桌上 原来这家伙 自从离开赵长枪的病房后 想想赵长枪刚才 对他的态度 越想越怕 生怕赵长枪会找自己的麻烦 最后竟然想到 花点钱 让赵长枪消消气 但是自己将钱交给赵长枪 赵长枪不一定会接受 所以他想到了米成光 站在一旁的藤野原子 听完贾局长的话 嘴角轻轻一挑 然后转身就走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本来他还害怕 米成光会忽悠自己 没想到眼前的这个胖子 竟然无意中 将赵长枪的消息泄露了出来 米成光看着 藤野原子离开的背影 也马上变成了死灰色 虽然赵长枪的消息 不是他告诉的藤野原子 但是如果赵长枪 在自己的医院没了命 自己肯定也完蛋了 米院长 你怎么了 你的脸色不太好啊 哪里不舒服 贾局长看着米成光 死灰色的脸 疑惑地问道 贾局长 你摊上事了 摊上大事了 哎 米成光颓丧地说道 然后将赵长枪 是被秘密安排进住院二部 而刚刚离开的这个人 好像是来找赵长枪 寻仇的事情 简单地告诉了贾局长 贾局长听完米成光的话 竟然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 脸上的汗滴滴答答地往下掉 自己无意中泄露了赵长枪的住处 赵长枪若因此而丧命 自己的命也完了 独龙会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 找自己的麻烦 要想挽回这件事情 只有一个办法 现在马上追出去 将藤野原子拿住 可是两个人谁都没有这个胆量 只能听天由命了 藤野原子离开院长办公室之后 随便问了一个医务人员 就知道了第二住院部 然而当他走到第二住院部大门口时 却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 因为住在第二住院部的都是干部 所以安保措施还是非常严格的 每一个进入第二住院部的人 都必须说出要探视的病人 并且在保安值班室做过记录之后 才能进去 先生 你是来看望哪个病人的 门口的保安问藤野原子 藤野原子脸上使劲挤出一个笑容 然后说道 同志 我是赵庄的村民 代表大家来看望赵长枪赵主任的 赵长枪不在这里 他昨天晚上已经出院了 保安想也不想地说道 保安队长按照医院的通知 早就给手下所有的保安下了命令 无论谁来看望赵长枪 都说赵长枪不在这里 昨天晚上已经出院回家过年了 这位同志 你就别骗我了 我和赵主任是一个村的 他有没有 回家我还不知道吗 他根本就没出院 你就让我进去把藤野原子 耐着性子说道 他已经下定了决心 在没有见到赵长枪之前 绝对不能对别人动粗 不然很可能会引来警察不说 还可能会打草惊蛇 让得到消息的赵长枪 有所防备 或者转移地方 他为什么没有回村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他不在这里 您请回吧 保安不卑不亢地说道 严格遵守上级下达的命令 妈的 藤野原子心中骂了一句 恨不能马上一刀 砍掉面前保安的脑袋 可是想想 其中的厉害关系 还是压下了满心的火气 继续和保安软磨硬泡 可是保安就是不为所动 坚决不让他进去 藤野原子 被第二住院部门前的保安拦住 正满心恼怒 却无计可施 忽然一个 身穿白色羽绒服的女孩 急急忙忙的 要往第二住院部大门里面闯 但是他也马上也被保安拦住了 小姐等一下 请问你是来看望哪个病人的 需要登记一下 或者让人来将你领进去 保安例行公事般说道 我是来看赵长枪的 他在哪个房间 女孩一脸焦虑地问道 藤野原子 听这个漂亮女孩说 也是来看望赵长枪的 马上不再纠缠保安了 他想看看 这个女孩能不能进去 如果她能进去 自己肯定也能进去 女孩正是风风活活赶来的谢兰兰 她的家离嘉禾市实在太远 又错过了航班 只能坐汽车来 要命的是 他们家乡那里下了大雪 高速公路封闭 一路上汽车像蜗牛爬行一样赶路 直到出了她所在的省后 路上的血财稀薄了好多 所以 直到现在 她才赶到嘉禾市人民医院 好在她在路上 已经给赵长枪打过电话 得知枪歌手术成功 已经脱险 心情才稍稍安定下来 不然一路上能把她挤死 也正是因为 她曾经给赵长枪打过电话 所以知道赵长枪现在 正在嘉禾市人民医院的第二住院部 谢兰兰本来以为自己 曾经在嘉禾市医院工作过多年 一定能轻松进入第二住院部的 没想到门口保安是新来的 根本不认识她 竟然直接将她也拦住了 说什么也不让她进去 这时候 藤野原子在一旁说话了 小姐 你也是来看望赵主任的 我是赵庄的相亲 论辈份赵长枪 还得喊我小叔呢 这个保安同志 非说赵主任已经回村了 可是我刚刚从赵庄赶来 赵主任根本就没有回村 你有没有赵主任的电话号码 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到底有没有在医院 赵主任 不会又出了什么事情吧 藤野原子一边说 还一边表现出着急的样子 好像很关心赵长枪一样 打死谢兰兰也不会想到 藤野原子是来刺杀赵长枪的 他听了藤野原子的话 信以为真 马上说道 你别着急 我马上给枪哥打电话 谢兰兰边说边拨通赵长枪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赵长枪早就通过电话知道谢兰兰要来 但是他也知道谢兰兰的家离家和事太远 并且谢兰兰那个省下了大雪 道路已经封闭 本以为谢兰兰来不了的 没想到这个丫头竟然真的来了 连忙让他快点去找他 并且告诉了谢兰兰自己的房间 江哥 你们村的一个乡亲也来了 他说是你的小叔 要不要让他一块进去 谢兰兰问道 由于赵丙武已经给赵天雄打过电话 为了不影响赵长枪休息 所以不要让赵庄的乡亲们来看望赵长枪 所以 赵长枪住院后 赵庄的乡亲们虽然心中着急 但是一直没来看望赵长枪 赵长枪醒来后 赵丙武也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他 赵长枪没想到乡亲们还是来了 好在只是派来了一个代表 不然 他的病房可热闹了 所以 他也没往其他的地方想 便马上答应谢兰兰 让他带着小叔一起进来 既然赵长枪都已经让人家进去了 保安当然不能再拦着 只好给两人放了行 两个人静止走向了赵长枪的房间 藤野原子走在谢兰兰的身后 心中暗喜 看来今天该着赵长枪完蛋 不知道赵长枪的病房 忽然冒出一个假局长 现在无法进入第二住院部 竟然又来个领路的小美女 真是天助我也 当两人走进赵长枪的房间后 赵长枪来不及和谢兰兰说话 锐利的目光马上盯住了藤野原子 是你 赵长枪咬牙切齿地说道 赵长枪虽然不知道藤野原子的真实姓名 却知道 就是这个假黑水镇副镇长 让自己身中四枪 差点丧命 并且通过综合他得到的把总的消息 在看到藤野原子的第一眼已经判断出 这个假副镇长就是昨天晚上跑掉的杀手头目 今天这时来要将自己置于死地了 不错 是我 赵长枪 我真佩服你的生命力 挨了四枪 竟然还不死 你是我见过的生命力最强的人 但是 就算你是打不死的小强 今天我也要送你去见阎王 藤野原子冷冷地说道 根本没有顾忌站在赵长枪身边的赵炳武和赵庆蒙 更没有在意他身边的谢兰兰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杀手 藤野原子对各种潜在的危险是非常的敏感的 他从赵炳武和赵庆蒙的身上感觉到的只有滔天的恨意 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危险的气息 换句话说 这两个人根本无法对自己构成任何生命危险 只要自己愿意 可以在分分钟内让这两个人上西天 因此 一时间藤野原子竟然不想马上将赵长枪杀掉了 他想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将赵长枪彻底地凌辱个够之后 然后再将所有的人都杀掉 只有那样才能发现他心中对赵长枪的痛恨 才能给昨天夜里惨死的弟兄们报仇 你不想马上杀掉我 你不是黑水镇镇长韩尚轩 你到底是谁 赵长枪眯缝着眼睛 看着藤野原子问道 眼睛里仿佛能放出光来 身子却一动也不动 现在赵长枪根本不敢取枕头下面的手枪 朝藤野原子开枪 因为他的任何异动都可能会让藤野原子 马上对自己展开攻击 他已经看出来 赵炳武和赵庆盟两个人 根本不是藤野原子的对手 他必须寻找到最佳机会 在藤野原子的防守最弱的时候 将藤野原子一枪致命 只有那样 他才有活下来的可能 哼哼 赵长枪 我的确不想马上杀掉你 我要像猫系老鼠一样将你折磨死 现在我告诉你我的身份也无妨 也好让你做一个明白鬼 我叫藤野原子 樱花组织第三行动小组组长 世界杀手界排名第九 至于那个黑水阵阵长 他给我提鞋都不配 藤野原子冷笑着说道 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看着赵长枪 虽然赵长枪躺在病床上 好像连说话都困难 但是藤野原子能感觉到 赵长枪仍然是整个房间里最危险的人物 就在此时 谢兰兰忽然脸色苍白地冲藤野原子尖叫道 你不是赵庄的相亲 你是杀手 我要杀你 本来是想来看望心中的情郎的 结果却把杀手给引了进来 将自己的情郎陷于危险的境地 谢兰兰此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他恨不能和面前的杀手同归于尽 以便换来赵长枪的平安 谢兰兰一边尖叫 一边不顾一切地朝藤野原子扑了过去 双手乱舞 好像要把藤野原子撕成碎片 可是还没等他是身子 扑到藤野原子的身上 藤野原子手中忽然便多出了一把狭长的窝刀 然后刷的一下就刺进了谢兰兰的胸膛 自始至终 藤野原子都没有看一眼谢兰兰 目光始终盯着赵长枪 只要赵长枪稍有异动 他的刀马上就能割断赵长枪的喉咙 在赵长枪身不能动的情况下 他有这个把握 兰兰 赵长枪嘴里发出一声悲呼 身体猛然在病床上动了一下 想坐起来 却没有成功 赵长枪的眼神始终没有看向枕头一眼 他知道那是他最后的底牌 只有在藤野原子对他放松警惕的时候 自己才能对他发出致命一击 如果让藤野原子看出自己的枕头 下面有猫腻 自己就再也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 枪歌 别动 赵炳武和赵庆盟一口同声地说道 同时伸手扶住了赵长枪 但眼睛却死死地盯着藤野原子 恨不能将他一口吞下去 哼哼 放心 我的刀并没有刺穿他的心脏 刀锋离他的心脏 还有半公分 一时半会儿他死不了 我说过 我 会像猫戏老鼠一样玩似你 我要让你眼睁睁地看到 放房间里的每一个人流干最后一滴血而死去 然后我再将你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地割下来 你们华国古代好像有种形法叫凌迟 我很期待将你灵池活寡的感觉 藤野原子冷森森地说道 冰冷的语气好像来自地狱 而藤野原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恶魔 一边说话 一边将狭长的窝刀从谢兰兰的胸膛 缓缓地拔了出来 伴随着刀锋的拔出 谢兰兰的胸膛飙出一股血剑 身体无力地倒了下去 枪哥 我 我对不起你 我不该 不该让他进来 谢兰兰张嘴无力地说道 兰兰 不要这么说 坚强起来 你不会死 我也不会死 会死的是这个恶魔 赵长枪脸上竟然没有丝毫感情 语气吭腔地说道 他知道 此时自己绝对不能乱 不能失去方寸 如果自己一旦失去方寸 事情可能真会像藤野原子说的方向发展 赵长枪 我真的很佩服你 都这个时候了 竟然还这么淡定 我真纳闷 你的信心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是谁给了你这么强大的信心 刚刚是这个女人 现在轮到那两个男人了 我要让他们一个个地倒在你的面前 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生命 在你面前逐渐流逝 让你生不如死 藤野原子说着话 明晃晃的刀锋 却指向了赵炳武和赵庆盟两人 狭长的刀锋上 仿佛散发出无边的威压 你他妈的去死吧 赵庆盟实在忍受不住那无形的威压 狂吼一声 双手拎起身边的一张沙发 就朝藤野原子的脑袋砸去 赵长枪的病房 是第二住院部的高级病房 不但有病床 而且有沙发茶几 甚至还有两张陪护病床 供陪护人员休息之用 硕大的石木丹人沙发 在赵庆盟的大力挥动之下 挂着风声砸向藤野原子 猛子回来 赵长枪看到赵庆盟高举着石木沙发 冲向藤野原子 连忙急声大叫 他非常明白 像赵庆盟这样的盲目进攻 看似威猛无比 其实没有丝毫的技术含量 和农村大老粗干架还差不多 但碰到藤野原子这样的高手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赵长枪已经看出来了 别说赵庆盟这样的莽夫 就是独龙会的各位堂主 对上藤野原子 可能都走不过十招 果然还莫等赵庆盟 扑到藤野原子面前 藤野原子手中的刀 忽然脱手而出 雪亮的刀锋 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静直地插入赵庆盟的胸膛 赵庆盟 在窝刀大力的带动下 竟然腾腾倒退几步 靠在背后雪白的墙壁上 她想挣扎一下 却发现身体根本无法动弹了 她的身体竟然被窝刀钉在了墙壁上 直到赵庆盟的身体被钉在墙壁上 她依然瞪大眼睛 看着面前的藤野原子 然后奋力将仍然高举着的石木沙发 朝藤野原子扔去 可是此时 她已经力不从心 石木沙发只飞出去一米多远 就哐当一声落在地板上 突然地在地上打了一个滚不动了猛子 赵长枪和赵炳武同时发出一声凄厉的叫声 一脸焦急地看着身体不断抽搐的赵庆盟 但是赵炳武的身体 却死死地站在赵长枪的面前 一动也没有动 她已经打定了主意 自己要做枪歌的最后屏障 放心 刀锋离她的心脏还有半公分 她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 我说过 要让你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流进最后一滴血 藤野原子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赵炳武身后的赵长枪 声音冰冷地说道 同时 右手入怀 摸出了一把黑油油的手枪 枪口对准了站在赵长枪面前的赵炳武 然后接着对赵炳武说道 我真佩服你们的兄弟情深 可是没有用 现在是你 下一个就轮到赵长枪了 藤野原子说着话 就要扣动扳机 然而就在此时 他身后的病房门 忽然砰的一声 被人从外面撞开了 藤野原子本能地回头 对着来人就要开枪 可是他的手刚刚要扣动扳机 却从他的身后 传来砰的一声巨响 接着他便感到自己胸膛 好像被毒蛇咬了一口一样 身子一沉 好像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藤野原子默然回过头来 看到的 却是赵长枪手中还在喷火的枪口 还有赵长枪那张因为愤怒 而有些变形的脸 赵长枪等的 就是藤野原子分神的这一刻 就在藤野原子扭头 想要对来人开枪的那一刻 他以最快的速度将枕头 下面的五四取了出来 毫不犹豫地对藤野原子开了枪 赵长枪曾经受过专业 而严酷的枪械训练 无论是出枪的速度还是准确性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出膛的子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刺穿了藤野原子的心脏 子弹的清澈力瞬间将他的心脏打爆了 砰砰砰 枪声不断 赵长枪直到将满满一弹夹子弹全部打在藤野原子的胸膛 将他的胸膛打成马蜂窝 双手才无力地垂下来 嘴角也留下一丝鲜血 刚才他的动作太过剧烈 已经牵扯到了他的伤势 不 不可能 你的枪 为什么 为什么比我快 藤野原子手中的枪当郎一声落在地上 身体轰然倒地 鲜血迅速将他的身体围绕起来 快快送兰兰他们去手术 赵长枪冲刚刚闯进房间的四个人狂喊道 然后眼前一黑就啥也不知道了 来人正是急急活活赶来的把总 教授 昆博和李若平 他们预测到赵长枪有危险后 一路狂奔 终于赶了过来 来到嘉和市人民医院后 直扑第二住院部 门口的保安还想拦住他们 结果被把总一把就扒拉到一边 口中说道 我是独龙会的把总 出了问题我负责 然后不再理会惊讶的目瞪口呆的保安 快速地朝赵长枪的病房 跑结果 正是他们的到来 让藤野原子分了神 最终给了赵长枪开枪的机会 此时 几个人啥也顾不得了 抱起地上的谢兰兰 和被钉在墙上的赵庆蒙 还有昏迷过去的赵长枪 就去找医生 顿时 整个夹和氏医院都乱成了一锅粥 米成光听说赵长枪在第二住院部 竟然再次遇到刺杀 并且把总也已经返回医院后 吓得脸都白了 差点没再次尿裤子 现在赵长枪的命就是他的命 赵长枪有命他才有命 赵长枪若是死在夹和氏医院 他的命也长不了 把总带领的独龙会可不是什么好鸟 米成光马上安排人给谢兰兰 赵庆蒙两人动手术 并且亲自给赵长枪做了全面的检查 当他给赵长枪检查完后 心中才长长地嘘了一口气 赵长枪只是因为动作过大 扯动了伤口而昏迷过去 生命却没有什么危险 而赵庆蒙和谢兰兰 虽然伤得比较重 但是藤野原子的刀数相当好 说没有刺穿他们的心脏 就没有刺穿他们的心脏 刀锋几乎是擦着他们的心脏 穿过他们的胸膛 得到医院的及时治疗后 生命也保全下来 樱花组织这次派出的杀手 不但没有成功地杀掉赵长枪 自己反而全军覆没 消息传到岛国山口组后 引起了山口组高层极大的震动 甚至在岛国政坛 都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 一向反对 在华国执行新火计划的左翼势力 开始不断地对右翼势力展开舆论攻击 争取民众的支持 以便能在下次大选中 击败右翼势力成为执政党 但是现在岛国执政的 毕竟是右翼势力 他们根本没有将反对的声音放在耳中 反而继续在岸中支持山口组 重新组织对赵长枪的暗杀行动 对岛国右翼势力来讲 杀死赵长枪已经成了一项政治任务 但是饶势山口组势力雄厚 杀手组织樱花更是遍布世界各地 但要想再次展开对赵长枪的刺杀 必须经过重新的谋划和调兵遣将 短期内根本无法再对赵长枪构成威胁 这就给了赵长枪养伤的时间 藤野原子被击毙后七八天 赵长枪便能下地做一些简单的运动了 情绪也逐渐地好起来 在之后的日子里 他除了养伤之外 就是认真的备考即将到来的福隆镇公务员考试 希望能考出个好成绩成为一名真正的公务员 什么是王道 什么是鬼道 赵长枪比谁都清楚 过了正月十五之后的几天里 赵长枪得到的最让他高兴的消息 就是双合式叶灵叶亮两姐弟的消息 正月初六的时候 叶亮成功进行了骨髓移植 病情已经逐步好转 叶灵兴奋地告诉赵长枪 再过二十多天 他们两姐弟就能出院了到时候 他们一定到赵庄去看望赵长枪 赵长枪听到这两姐弟的消息后 心情相当爽 叶亮的手术成功 意味着这两姐弟将要迎来他们的新生 赵长枪一高兴 竟然缠没着在医院里陪他的王书芳 将他收藏的一个U盘插入电脑 要和书芳嫂子一起看看小电影 在这段日子里 由于魏婷、李若萍等人都开始上班 所以陆陆续续练练不舍地离开了赵长枪 郑欣熙也和昆博回到郑家 而谢兰兰又有伤在身 赵炳武则因为赵庄要筹备修路的事情 所以整天在赵庄忙的一团糟 除了经常打电话 请示赵长枪一些事情 基本不来医院 所以负责照顾赵长枪的 就剩下了王书芳 书芳嫂子 以一个成熟女人的全部温柔和细心 精心地照顾着赵长枪 让她的伤势得以快速地恢复 赵长枪身上的伤已经好了六七成 看到书芳嫂子整天在自己面前转来转去 年轻的心竟然越来越躁动 每到晚上就想拉着王书芳 尽享雨水之欢 但是王书芳担心赵长枪的身体 只是和赵长枪在一个被窝里睡觉 却从来不和赵长枪办事 第二住院部的高级病房 比三星级宾馆的房间都豪华 很适合男女在里面做各种运动 事实上 家和市的许多干部经常来这里住院 就是为了和某个相好的护士共度粮消 这天晚上 赵长枪借着得到夜量手术成功的东风 非要和书芳嫂子一起欣赏一下小电影 王书芳当然知道 赵长枪邀他一起看小电影打的是什么主意 他虽然仍然有些担心赵长枪的身体 但看到赵长枪一脸猴急的表情 再看看赵长枪的身体 确实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不忍心再拒绝赵长枪 只好红着脸答应了他的要求 大不了 待会儿自己主动一点 让小枪少运动一点 王书芳一边想 一边将赵长枪以前藏起来的一个U盘 插在电脑上 纤细的双手在键盘上不断地操作着 王书芳虽然以前一直在农村务农 但毕竟高中毕业 并且当上青云花园的项目经理后 又饿不过电脑知识 现在已经能熟练地使用电脑 嫂子 我们趴在被窝里一起看 赵长枪将笔记本电脑放到床头上 然后一把将书芳嫂子娇嫩的软曲 拉到了被窝里 双手不老实地 在书芳嫂子的一对大馒头上 不断揉搓起来 书芳嫂子虽然已经30多了 但是由于一直没有生养 所以不但体型保持得相当好 而且一对双锋又大又圆又坚挺 比魏婷谢兰兰等人的双锋 还要让赵长枪着迷 死样 小心你的身子 都这么大个人了 还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王书芳伸手在赵长枪的额头上 轻轻地戳了一下 然后双手在键盘上 劈里啪啦一阵操作 嘿嘿 我长枪大将军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看这东西主要是想让嫂子早点进入状态嘛 赵长枪嘿嘿干笑着说道 满嘴的哈拉字都要流出来了 这家伙说着话 竟然将脑袋朝书芳嫂子的胸前拱去 有些按捺不住的赵长枪 正将一双膜抓在王书芳身上 上下其手 趴在他旁边正在操作电脑的王书芳 忽然看着电脑屏幕说道小枪 这个游盘好像不太对劲啊 为什么只有一个音频文件 好像还是近期录制的 不可能吧 这可是我从一个大官的家里弄到的 难道里面不是小电影 而是那个家伙弄到的其他官员的小辫子 妈的 真是扫兴 不管他了 我们我们的 赵长枪翻身 就朝王书芳身上 等等 小枪 这段录音的时间好像并不长 我们听一下 王书芳说着话点了播放键 电脑里面 马上传出了一个惊恐的仿佛自白一样的声音 竟然是一个警察分局长 对自己罪行的坦白 赵长枪只听了两句就明白了 U盘里说话的人 正是双合式的那个分局长朱梁生 这些话 还是自己那天晚上逼着他说的 当时赵长枪是使用手记录的音 然后拷贝到了一张U盘上 本来打算送给绿豆眼警察 让绿豆眼到有关部门去告朱梁生的 没想到这张U盘 竟然还在自己的手上 看来自己当初太粗心 交给绿豆眼的是 自己从朱梁生家的保险柜中得到的那张U盘 也就是赵长枪认为 里面存储的 可能是岛国小电影的U盘 想明白这些之后 赵长枪心中不禁有些纳闷 看来当初 自己从朱梁生保险柜中得到的那张U盘里面 好像不是小电影啊 因为如果里面都是小电影的话 绿豆眼没有得到朱梁生的犯罪证据 一定会再次给自己打电话的 毕竟 自己曾经亲口答应他 要给他弄到朱梁生的违法犯罪证据的 如果当初 我从朱梁生的保险柜中得到的那张U盘里面不是小电影 那么里面又是什么呢 难道也和朱梁生的违法乱纪有关系 赵长枪心中不禁想到 赵长枪想得出神 双手却仍然放在王书芳的 只不过已经 王书芳的已经被赵长枪起来 此时看到赵长枪忽然了下来 不禁轻声问道 小枪 小枪 你怎么了 赵长枪这才明白过来 自己的正事还没办呢 当时也顾不得想U盘的事情了 舔着脸说道 嘿嘿 想是想出神了 慢待 罪过罪过 说着话翻身就压在了王书芳的郊区上 王书芳伸出千千玉手点了一下赵长枪的额头 笑着说道 死样 你身子还没好利索 说着话 王书芳将赵长枪 赵长枪乐得看王书芳如此的 看着王书芳一边 一 他的魂都快飞了 激情一夜 春光无限 赵长枪心中不禁感慨 活着真好 第二天 赵长枪依然对U盘的事情感到难以释怀 由于当时他得到那张U盘后 也没往深处想 只是主观地认为 那张U盘里面可能是朱良生存储的经典小电影 害怕被别人知道 才藏在了保险柜中 现在想来 自己的这个推断 其实根本站不住脚 朱良生这种人 连公开带着女嫌犯到外面 开房都不在乎 岂会在乎被别人知道他收藏小电影 看来那张U盘里面 一定存住着非常重要的秘密 那张U盘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赵长枪想来想去 竟然毫无理由地隐隐感到 那张U盘里面的秘密 好像和他有某种关系 于是 赵长枪趁着书芳嫂子不在的时候 拨打了绿豆眼的电话 电话很快接通 赵长枪没有直接问绿豆眼U盘的事情 而是向他打听朱良生的近况 朱良生这辈子算是完了 不但双下肢结瘫 听说连裤裆里的玩意 都整个的被人割掉了 这辈子 他甭想再抬起头来了 可惜的是 上级机关没有他违法乱纪的直接证据 所以并没有处理他 到现在他仍然是我的分局长 而我也没有得到提拔 甚至连编制问题都没有解决 电话那端传来 绿豆眼有些兴奋又有些无奈的声音 我不是曾经给过你一张U盘吗 难道里面没有他违法乱纪的证据 赵长枪皱眉问道 心中却更疑惑了 如果U盘里面不是朱良生违法乱纪的证据 那么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大哥 你就别刷我了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那张U盘里面的内容 里面确实是朱良生的犯罪证据 可是牵扯到的人物都通了天了 我若真把那张U盘交到上面去 别说得到提拔 恐怕连命都得丢掉 绿豆眼有些抱怨地说道 赵长枪心中一动 看来自己所料不差 那张U盘里面的确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但是他却不动声色地对绿豆眼说道 里面到底牵扯到了什么人物 让你如此顾忌 连立功受奖的机会都放弃了 什么人物 我刚刚说过 牵扯到的人物通了天了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将那张U盘销毁呢 如果被人知道我手中有那个东西 我的命分分钟就得完蛋 这么跟你说吧 那张U盘里 其实只是一个大人物 对朱良生下达了一个命令 而命令的内容 却是让朱良生派人 在监狱案中杀害一名叫赵武刚的老人 关键是 这个给朱良生下达命令的人 位置实在太高 我实在惹不起绿豆眼得不得地说道 赵长强刚刚听到赵武刚的名字 脑袋就轰得一下子有些发懵了 绿豆眼后面说了些什么 他根本就没听见 赵长强马上断定 绿豆眼提到的赵武刚正是他的爷爷 因为他的爷爷就是被叶灵的父亲 暗中杀死在监狱里 赵长强脑袋里迅速将有关爷爷死因的事情进行整合 很快他就明白了个大概 当初爷爷因为给一个高治病 忽然出了医疗事故 被送进监狱 然后被人在监狱里暗中杀害 而现在他已经知道 那个直接害死爷爷的人就是叶灵和叶亮 当时已经身患绝症的父亲 通过绿豆眼告诉他的消息 他又可以判断出 当年那个给叶灵父亲下达命令的人就是分局长朱良生 而给朱良生下达命令的人肯定就是爷爷曾经治疗过的那个高 也就是绿豆眼口中的那个通天人物 而所谓的医疗事故 不过是那个人将爷爷送进监狱的一个理由而已 一定是爷爷在给那个高官治疗时 发现了他的惊天秘密 所以才会让那个高官起了杀人灭口之心 并且最终付诸了行动 将爷爷害死在监狱里 现在他必须马上拿到那张优盘 知道那个高官到底是谁 赵长强脑袋里急剧盘旋着这些事情 便忘记了和绿豆眼继续通话 绿豆眼听到电话那头没了动静 便在话筒里喊道 喂 喂 赵先生 赵先生 如果是别人在电话里如此慢带绿豆眼 他早就把电话挂断了 但是绿豆眼现在已经知道 赵长强是个牛逼人物 自己惹不起 并且虽然赵长强一口否认朱良生被打得下身瘫痪 裤裆里的玩意也被割掉的事情不是他干的 但是绿豆眼却猜得出 这是不是别人干的 就是赵长强干的 于是他对赵长强的忌惮就更深了 因此 虽然赵长强在电话里慢带了他 但在赵长强没有挂断电话之前 他却不敢先挂断电话 生怕惹恼了赵长强 哪天也将他对付朱良生的那一套 在自己身上来一遍 那可就哭都没地方了 赵长强听着话筒里传来的声音 猛然醒悟过来 对着话筒大声说道 绿豆眼 我告诉你 你绝对不能将那个U盘销毁 绝对不能 你听明白了吗 你现在马上将那个U盘给我送过来 不 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将U盘取回来 赵长强急促的声音 将电话那头的绿豆眼吓了一大跳 但是他马上想明白 那个U盘肯定对赵长强相当重要 于是连连答应 让赵长强放心 他一定保管好那个U盘 等着赵长强来取 对了 U盘里面的内容你还告诉过谁 赵长强又急促地问道 U盘被他从朱良生的家中偷出来的消息 绝对不能让涉及到的那个高官知道 如果事情传到他的耳朵里 他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将U盘抢回去 我的亲哥哟 这样的事情我哪敢告诉别人啊 我嫌自己命长了吗 如果能告诉别人 我早拿着他去揭发朱良生了 如果不是U盘是你交给我的 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里面的东西 我也不会告诉你的绿豆眼急忙说道 他说的倒是实话 你明白就好 这件事情如果被相关人员知道 在你的手中 他们肯定会对你杀人灭口 我想朱良生也没有将U盘失窃的事情说出去 或者那个高官根本就不知道 朱良生手上还有这样的定时炸弹 不然他十条命都没了 你现在就在警局别乱去 我马上赶过去 赵长强再次对绿豆眼强调道 说完挂断了电话 直到电话里传来嘟嘟的盲音声 绿豆眼才将手机放进了口袋 心中却一阵阵后怕 就像赵长强说的 那张U盘就是一颗随时能将他炸的粉身碎骨的定时炸弹 赵长强刚挂断绿豆眼的电话 王淑芳就走进了他的病房 嫂子 你现在马上去给我办理出院手续 我要到双合室一趟 有急事 赵长强马上急促地对王淑芳说道 王淑芳一愣 有些不明白赵长强忽然发什么神经 刚才还好好的 自己出去一趟回来 怎么就着急忙慌地要出院 到底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 但是再要紧的事情也不如赵长强的身体重要 他身上的伤才好了六七分 根本经不起长途的颠簸 不行 你身上的伤还没好 绝对不能出院 王淑芳马上坚定地说道 我现在必须要出院 赵长强也坚决地说道 一边说 一边开始换衣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比你的命还重要 如果你的伤因此而加重怎么办 你可以不顾及你的身体 但是你总应该为我们想想吧 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我们怎么活 我绝对不允许你出院 王淑芳的话虽然固执 却饱含深情 边说边过去 一把抱住了赵长强 不让他离开医院 赵长强当然知道 王淑芳口中的 我们到底是指谁 他本来不想将优盘的事情 告诉淑芳嫂子 但是看到淑芳嫂子如此的坚决 只好说道 嫂子 我现在必须去趟双合室 你还记得我爷爷的死吗 老爷子 当然记得 他不是病死在监狱中吗 王淑芳奇怪地问道 赵武刚死在监狱中后 官方对外界的宣布 是他病死在监狱中 所以 王淑芳才会有这么一问 哎 我爷爷根本不是病死在监狱 而是被人暗中杀害在监狱 赵长强将叶灵父亲 害死爷爷的事情 告诉了王淑芳 听得王淑芳大张着小嘴合不上了 他实在不相信 天底下竟然有这样的荒唐事情 这都是真的 怎么会这样 最后 王淑芳不敢相信地说道 嫂子 这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我现在到双合室 就是要取回有关我爷爷死因的证据 所以 我现在必须马上出院 以免夜长梦多 一旦证据落到别人的手中 我再想得到 就不可能了 赵长强平定了一下心神 温柔地对淑芳嫂子说道 他知道淑芳嫂子不让自己出院 也是为了自己好好吧 既然这样 我现在就去给你办理出院手续 我陪你一块去 路上也好照顾你 你最好 把你那个懂医术的兄弟也带上 一是能为你开车 二是 一旦你的身体在路上出现什么意外 他也能马上给你治疗 王淑芳到底是个心系的女人 知道事情紧急后 马上对赵长强说道 赵长强知道书方嫂子说的那个人 是天鹏堂堂主医生 现在读龙会的厂子 已经正式开始重新营业 所以 医生就在家和事 嫂子说的有道理 赵长强马上照办 给医生打了电话 让他到医院来一趟 和自己去烫霜和事 王书方急匆匆地去给赵长强办理出院手续 但是十几分钟后 当他回来的时候 却告诉赵长强 让赵长强先不要急着离开医院 待会儿院长米成光 要过来和赵长强说点事情 米院长 他要和我说什么事情 赵长强疑惑地想到 他本来是非常讨厌米成光的 但是 由于这次他救了自己 所以 赵长强对米成光的印象 已经发生了改变 并且 天鹏堂主医生还没到来 所以赵长强便耐心地等待米成光 米成光并没用赵长强久等 没用几分钟 便来到了赵长强的高级病房 手中拿着一张血茧化验单 后面还跟了一个人 正是全程参与他手术过程的王助理 赵长强眼睛毒 一眼就看到了化验单上的签名 化验单正是他自己的 他马上敏锐地赶到 米成光来找自己 可能和自己的身体状况有关 米院长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赵长强暂时放下 着急赶往双合室的心情 疑惑地问米成光 哦 赵先生 是这么回事 米成光想把赵长强 可能患上绝症的消息告诉他 可是一时又不知道怎样说 于是说到这里后 用手扶了伏鼻梁的眼睛 看了一眼 站在他身边的王助理说道 算了 还是让王助理来告诉你吧 嗯 赵长强看到 米成光说话 有些吞吞吐吐 心中更难闷了 于是便将目光转向了王助理 赵先生 你先看看米院长手中的这张化验单吧 这是你的血减报告单 王助理说道 米成光则把手中的报告单地 到了赵长强手中 赵长强将化验单拿在手中 仔细地看了起来 赵长强虽然懂中医 但是也只是能使一手好针灸 对于血常规的各种参数 确实非常的陌生 看了半天 也没看出化验单有什么问题 但心中却产生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自己的血常规肯定有问题 不然 米成光也不会专门将这东西 拿来给自己 看别说赵长强 就连将脑袋凑到赵长强面前 眼睛也盯着 那张化验单的王淑芳 也感到事情极其的不正常 他的心莫名地紧张起来 好像那张化验单是他的一样 赵先生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王助理看了看 眉头紧锁的赵长强问道 哦 我对这些东西不熟悉 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直说吧 赵长强随手将化验单 交到王助理手中 王助理将化验单 接到自己的手中 然后指着其中血小板的 一项参数 说道 赵先生看这里 你的血小板发生了明显的激变 有些不正常 这很严重吗 王淑芳在旁边紧张地问道 目光却紧紧地盯着王助理 好像要从王助理的脸上得到答案 一般情况下 这种激变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 但是有时候 他也预示着一种严重的疾病将要发生 王助理犹豫了一下才说道 其实 关于赵长强 是否已经患上他姐夫一家人 得的那种怪病 他到现在也拿不准 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 可是作为一名医生 他仍然觉得 应该将自己的推断告诉赵长强 让他有个心理准备 或者到其他医疗条件更好的医院 去做一个更加详细的检查 毕竟 如果赵长强真的得上了那种罕见的白血病 早治疗 总比晚治疗要好得多 也正是在他的坚持下 你成光才最终同意将这事情告诉赵长强 预示着什么严重的疾病 好治疗吗 王助理的话音刚落 王书芳就急促地问道 虽然王助理已经说明白 这种血小板疾病对人体可能没有危害 但他仍然感到心跳加速 好像一个正在法庭上等待宣判的罪人一样 女人总爱将事情往坏的地方想 赵长强心情也有些沉重起来 他知道 如果事情不严重的话 你成光和王助理 绝不会亲自专门地找上自己 告诉自己这件事情 王助理没有急着回答王书芳的话 却问赵长强道 赵先生最近觉得身体有什么不正常吗 哦 我的意思是你没有受伤之前 赵长强认真地想了一下 然后才说道 我的身体好像很正常啊 对了 就是有些时候有些试睡 非常讨厌别人打扰我休息 这好像也不是什么大病吧 是不是患了低血糖 我听人说患了低血糖 就是这个样子的 王书芳也疑惑地说道 脑海里却想着赵长强的身体 最近有什么不正常 但他想来想去 也没有想到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 王助理和米成光对视了一眼 两人脸上的神色更加严肃了 赵长强的这种表现 正是那种罕见白血病早期的典型症状 赵先生 最近是不是偶尔觉得浑身乏力 这次是米成光问话 对 有时候我是觉得浑身乏力 我是从小习武之人 按说绝对不应该出现这种现象 才对难道这和我的血小板发生机变有关系 赵长强马上说道 其实他最近也经常为这是犯迷糊 不知道自己的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王助理明白了 自己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 赵长强极有可能患上了那种罕见的白血病 他叹了口气 对赵长强和王淑芳说道 赵长强患上的可能不是低血糖 而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白血病 白血病 罕见的 王淑芳嘟嚷一声 忽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一身功夫的赵长强会得上这种病 白血病可是治愈率非常低的一种病 想要根治只能换骨髓 但是单单配体的问题就能憋死人 这可不是单单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 赵长强听说 自己有可能得上白血病后 心情也紧张起来 虽然叶亮也是得的白血病 并且手术已经成功 但是叶亮得的只是普通的白血病 而王助理刚才已经说了 他患上的可能是一种罕见的白血病 什么事情就怕罕见 一罕见就预示着难办 这种病肯定不是那么好治疗的 果然 接下来他便听王助理继续说道 这种白血病的罕见之处在于 患上这种白血病后 身体的排异反应会非常的严重 如果要换骨髓的话 必须要用自己直系亲属的骨髓才行 即便其他人的骨髓 能和患者配得上 也不能用 因为如果那样 即便手术成功 患者也会死于术后的排异反应 王书芳双腿一软 差点栽倒在地上 赵长强的情况他比谁都清楚 他爷爷母亲早已经死了 虽然还有个父亲 可能尚在人世 但是已经多年不和赵长强联系 也许现在已经不在人世 也说不定 如果事情真像王助理说的那样 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给赵长强提供骨髓配体 赵长强岂不是死定了 赵长强看到王书芳要晕倒 知道他是为自己担心 连忙伸手将他扶住 说道 书芳嫂子 你不用急 王助理已经说了 这只是他的猜测 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王书芳这才定了定心神 站直了身子 焦急地问王助理 王助理 米院长 这一切都是你们猜的对不对 小强并没有得上那种怪病对不对 王助理看到王书芳着急的样子 心中不禁有些不忍 再看看赵长强的淡定 也不禁有些佩服赵长强 如果是一般人 听说自己有可能得上绝症后 情绪恐怕早就要失控了 于是 他马上说道 不错 这一切都是根据赵先生的血减化验单 和我自己的一些经验猜测的结果 赵先生到底有没有得上那种罕见的白血病 还不能下定论 我和米院长 今天告诉赵先生这些 只是要尽一个医生的责任 你说是不是米院长 米成光服了服眼镜 郑重地说道 王助理说得很对不过 虽然这只是我们的推测 但是我还是建议赵先生 到医疗条件更好一些的医院 重新做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最好是到国外血液病权威医院去检查 另外 赵先生最好还是先联系一下你的家人 让他们也做一个检查 看看他们的血液参数 是不是和赵先生相同 一旦有什么意外 也好早做打算 赵先生也不用太将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即便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 这种毛病要在赵先生身上彻底发作 也最少需要三年的时间 并且 这种毛病一旦手术成功 并且挺过最初的一个多月 严重排异反应 以后就会和正常人一样 对患者的身体和寿命 都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 好了 话我们已经和赵先生说完了 至于如何去做 还是赵先生拿主意吧 米成光和王助理说完这些话后 和赵长枪打了声招呼 便离开了赵长枪的病房 怎么办 小枪 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双合室了 还是先到大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吧 米成光和王助理刚刚离开 王淑芳就着急地对赵长枪说道 不行 别说刚才都是王助理的推测 即便我真的得了那种怪病 我也要马上去加合室 这是我知道 到底是谁杀害了我爷爷的唯一机会 那张优盘我必须要拿到手 赵长枪斩钉截铁地说道 他心中虽然有些疑疾自己到底有没有得那种怪病 但是在他看来 这件事情根本不能和给爷爷报仇的事情相提并论 王淑芳看自己拗不过赵长枪 于是便退一步说道 好吧 那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 你拿到那张优盘后 先不要急着给爷爷报仇 先确诊一下你的身体才行 你还那么年轻 绝不能拿着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你若死了 我也不活了 王淑芳说到后来 竟然抽气了起来 边说边用手擦拭眼角的泪水 赵长枪只好一边给王淑芳擦眼泪 一边答应了王淑芳 心中却打定了主意 如果自己知道 到底是谁杀害了自己的爷爷后 自己的伤势一旦完全痊愈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将凶手杀掉给爷爷报仇 然后才去检查自己的身体 还有 你必须尽快联系上你的父亲 我知道你可能非常痛恨你的父亲 没有照顾过你的爷爷 甚至连你爷爷死都没有回来 但是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必须要找到他 以防万一 因为你如果真的得了那种罕见的白血病 只有他才能给你提供配体 才能救你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要找到爸爸 赵长强马上说道 这倒是他的真心话 其实自从看到陈小刀和他父亲的那次见面后 赵长强已经不再痛恨自己的爸爸 爸爸这些年一直不和自己和爷爷联系 肯定是有原因的 两个人正说着话 天鹏堂堂主医生来到了医院 开来的不是赵长强的汉马越野 而是一辆奥迪A6 赵长强的汉马虽然牛逼 能防弹 安全性高 但是坐在里面却不如奥迪舒服 颠簸得也厉害 而赵长强现在最怕的就是颠簸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 三个人马上赶往双合室一路上 医生的神经都紧绷绷的 生怕有杀手再对枪歌展开进攻 奥迪虽然舒服 但是安全性上却比赵长强的汉马差了一大截 其实 医生完全多虑了 樱花组织这次出动的杀手 已经全军覆没无一漏网 山口族想再次展开对赵长强的刺杀行动 必须再次经过长时间的准备 三个人顺利地到达了双合室 赵长强毫无意外地 从绿豆岩手中拿到了那张优盘 绿豆岩已经将那张优盘 视作定时炸弹 巴布的赵长强快点将他拿走 第二天 三人离开双合室后 医生直接将赵长强送到了赵庄 本来他想留下来保护赵长强 但是赵长强却以天蓬堂离不开他 而直接将他赶回了家合室独龙会 赵长强现在不想让独龙会的兄弟 知道他可能已经得病的消息 也不想让独龙会牵扯到 他为爷爷复仇的事情中来 毕竟他的敌人是个高官 独龙会如果牵扯进来 不但不能帮到他 还可能会招来灭顶之灾 这是赵长强不愿看到的 并且如果赵长强打算用独龙会 来对付政府的官员 也违背了当初前老爷子 让他加入黑 帮秘密在地下执行猎鹰记 化的初衷 对于随时可能再次找上自己的樱花杀手 赵长强也没过分地放在心上 毕竟他的伤已经好了六七成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越来越好 只要他自己行事小心 蜡月28号的事情绝对不会再次发生 回到赵庄后 赵长强马上将从绿豆眼那里取回的U盘 插入电脑 认真的查看其里面的内容 里面是一段视频 图像非常的清晰 图像的背景 好像是在一家大酒店的包间里 装饰得比较豪华 一个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桌子的后面 面无表情地说着话 能看得出 他正在给偷偷给他摄像的人下命令 命令的内容 正是要给他摄像的人想办法干掉 已经被关进监狱的赵武刚 赵长强能猜得出 房间里肯定只有两个人 通过两人的对话 他能从声音上辨别出 房间里的另一个人 正是双合市西城分局长朱良生 也就是接受命令的人 并且 赵长强能从朱良生 对出现在视频中那人的称呼中知道 那人姓楚 竟然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 堂堂国家正厅级干部 难怪绿豆眼说 幽盘里的人通了天了 一个正厅级干部 对一个小小的写警来说 的确已经是天大的官僚 看来当初朱良生 接受这个任务时 心中也有些犯嘀咕 生怕自己完成楚市长 交给自己的秘密任务后 楚市长会秋后算账 将他杀人灭口 所以自己留了一手 偷偷给楚市长上了行侦手段 大概使用钮扣摄像头之类的东西 偷偷留下了这段视频 他的意图很明星 事情过后 楚市长若是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他就会用这段视频 来要挟楚市长 好在朱良生将楚市长 交给他的秘密任务完成后 楚市长并没有亏待他 所以他的这段视频 也被他藏在了自己的秘密保险柜中 一直没有面试 没想到赵长强为了给叶灵出口恶气 竟然神识鬼差地得到了这张优盘 知道杀死自己爷爷的幕后真凶后 赵长强马上在网络上一阵搜索 他很快找到 全国姓楚的正厅级市长 一共有八个 而通过对他们的照片对比 赵长强却发现 没有一个人的照片能和优盘里的楚市长对上号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搜不到这个楚市长呢 赵长强疑惑地想到 一个地级市市长也算是非常有影响力了 这种人应该在网络上有消息才对 可是自己为什么就搜不到呢 忽然赵长强使劲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不自禁地嘟嚷道 我他妈的真傻 原来赵长强忽然想到 自己的爷爷已经遇害八年了 当时的楚市长恐怕现在早已经高升 或者出问题被政府干掉了 自己将搜索的范围定在地厅级上范围太小 有些傻貌了 赵长强马上扩大搜索的范围 通过不同的搜索引擎 开始展开对楚市长的搜索范围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 赵长强终于找到和优盘里对得上号的那个楚市长 楚飞雄 南 汉族 两年前从天方市市长的位子上调到了宁海市 继续当市长 虽然都是市长 但是宁海市是国家副省级城市 市长的级别是副省级 楚飞雄是地地道道的高升了 赵长强看着楚飞雄的资料 心中暗恼 右手不自觉地以用力 竟然啪的一声将鼠标捏成了好几半 楚飞雄 你等着 欠下的债是要还的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赵长强看着电脑屏幕上的照片 咬牙切齿地说道 自己怀疑 爷爷是冤死在监狱中 已经多少年了 现在终于知道了真凶 赵长强恨不能现在就飞到楚飞雄的身边 将他碎尸万段 激愤之下的赵长强 赵长强根本没想到楚飞雄的身份 有什么特殊之处 他有自己的报酬方式 他要用对付朱良生的方式 来对付楚飞雄 但是 这一次 赵长强不打算再给楚飞雄 留下一条烂命 但是此时 赵长强心中还有一点疑惑 当初楚飞雄不惜以身试法 派人在狱中将爷爷暗害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爷爷到底发现了 他什么秘密呢 不过赵长强却没有打算 将精力过多地放在这个问题上 对他来说 他只要知道 是楚飞雄杀死了自己的爷爷就足够了 赵长强在自己的家中 不断查找着楚飞雄的资料 家中的房门却忽然被人推开了 王书芳从外面走了进来 对赵长强说到天不早了 先去吃饭吧 王书芳的话非常的温柔 好像赵长强是个三岁的孩子 生怕吓着他 在王书芳看来 赵长强这个19岁的少年的命运 实在太坎坷了 实在太苦了 肩上的胆子也太重了 不但要带着赵庄的乡亲们 不断地向前奔跑 还要给爷爷报仇 最让他揪心的是 赵长强还可能患上了罕见的白血病 让王书芳愧疚的是 所有这一切 他都无法替赵长强分担 他只能用一个女人极限的温柔 来伺候赵长强 让他尽量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为了照顾赵长强 他硬是不顾赵长强的阻拦 辞掉了青云花园建设工地项目经理的职务 腾龙建设的老总林如海 知道赵长强的情况后 虽然不舍这个优秀的建筑项目经理人 但还是准了他的辞职 让他专心地照顾赵长强 赵长强抬头看了看窗外 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天 竟然已经黑了下来 他刚要关掉电脑 到书方嫂子家吃饭 书方嫂子却走到他面前 要替他关电脑 然而当书方嫂子 看到屏幕上楚飞熊的资料后 不禁问道 他就是害死赵武钢爷爷的凶手 不对啊 为什么资料上竟是他的优秀政绩呢 小强 你不会弄错了吧 在王书方想来 害死赵长强爷爷的凶手 一定是个十恶不赦的柜子手 网络上肯定也都是负面新闻 没想到这个楚市长几弟为官 竟然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 修路架桥 安排下岗工人在就业 发展地方经济 赵长强要想找这样一个高官报仇 不单是自寻死路 而且还会犯重怒 错不了 他就是害死我爷爷的凶手 至于名声 哼哼 鬼知道那是真是假 赵长强站起身活动了一下身体说道 小强 听我一句话 这件事情 你绝对不能乱来 更不能用黑 帮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即使他真是害死你爷爷的凶手 你也要用正大光明的方式 来将他绳之以法 让法律来审判他 对方可不是一般人物 王书方一边关掉电脑 一边说道 他能体会到 此时赵长强想给爷爷报仇的迫切心情 他也知道赵长强在贾河市有一帮兄弟 如果赵长强真的用不正当的手段 暗中报复了楚飞雄 肯定会在整个华国掀起滔天巨浪 上面追查下来 赵长强也必死无疑 所以他必须要给赵长强悄悄警钟 让赵长强再给爷爷报仇这世上 不要太鲁莽放心吧 嫂子 我心中有数 赵长强言不由衷地说道 边说边朝房间外面走去 要到书方嫂子家中吃晚饭 王书方看到赵长强 根本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心中着急 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只好在心中叹了口气 想着找个好机会再劝劝赵长强 由于赵长强心中想着为爷爷报仇的事情 所以在书方搜子家吃过晚饭后 便打算回到自己的家睡觉 但是书方嫂子 却死活不让赵长强一个人睡在他自己的家里 他怕那些疯狂樱花杀手 会再次刺杀赵长强 虽然赵长强说 短时间内 樱花不可能组织起杀手 对他展开行动 但是王书方却认为 这个世界上意外的事情太多 赵长强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并且眼中禽着泪水对赵长强说 虽然他不会功夫 也不会用枪 但是 他也有一条剑命 关键的时刻 可以为赵长强挡子弹 赵长强听着王书方真诚的话语 心中感动 不再坚持自己回去睡觉 而是和书方嫂子相拥而眠 但是这一晚 书方嫂子却害怕赵长强劳累过度 硬是硬下心肠 没有让赵长强沾他的身子 这一夜 王书方一直都没有睡好 院子里稍有动静 便马上起床到院子里看看动静 生怕有杀手会来刺杀赵长强 他一直在担心赵长强的安危 毕竟樱花组织的杀手实在太疯狂了 第二天早上 赵长强看着一夜没睡好的书方嫂子 心中不禁有些愧疚 看来在自己的身体彻底好起来之前 的确有必要给自己找个保镖 虽然他觉得自己现在并不需要保镖 并且 就算自己有保镖 也不一定有用 但是好歹能让书方嫂子安心一些 赵长强正在想从哪里找个保镖 来安慰一下为自己担心的要死的书方嫂子 两个年轻人却先后来到赵庄 一个是独龙会的 正是那天晚上代替他出院的洪亚伦 一个却是李若平派来的 正是王明 这两个人是专门来保护赵长强的 王书方已经见识过洪亚伦的实力 而那个王明看起来一身精干 想来功夫也不差 这两个人到来后 王书方一颗高悬的心才稍稍放了下来 接下来的几天赵长强一边在村中养伤 一边忙着村里的事情 虽然洪亚伦和王明来到了他的身边 但是他并没有将他爷爷的事情告诉他们 他还是决定不让独龙会掺货到给爷爷报仇的事情里面 他打算一切事情都由他一个人搞定 但是现在他的身体情况还不允许 他马上给爷爷报仇 所以只能先把这事放几天 赵庄的村办企业已经都上了轨道 在顾小梅、赵炳武等人的主持下 新年招工也已经完成 去年年底答应将军 唐的那几个村民也如愿以偿地进入了赵庄的村办企业 开始上班营业性公墓 也步入正轨 生意很好 这年头房子可能不好卖 但目的的行情却一直不错 而赵庄的公墓位置在山清水秀的青云山脚下 位置极佳 所以一经建成 开始营业后 营丽就源源不断地滚入赵庄村委 赵长强在408乡都是一蛙声的好名声 头上顶着优秀村主任的称号 但是许多人也都知道 这个年轻的村主任背景不简单 实力不是一般的大 虽然赵长强刚刚遭到了枪击 伤势到现在还没好 但是这不但没有影响赵长强的声誉 反而更增加了他的神秘感 想想也是 一个普通人就是想让别人拿枪来杀你 人家都不来 在这些淳朴的乡亲们看来 能有资格被别人刺杀也是一种荣誉 好像美国总统才经常享受这种荣誉 赵长强知道乡亲们的这种想法后 不仅有些哭笑不得 却也毫无办法 最近几天 他把精力放在了给赵庄修路上 他召集村两委的所有的成员详细地商量了一下修路的事情 然后制定了修路的具体步骤 之后便由村委成员赵炳武将赵庄修路的计划报告给了芙蓉镇政府 重修赵庄到芙蓉镇之间的公路是件大事 所需要的钱款也是一个天文数字 赵长强粗略地估计了一下 连材料带人工 大约得需要1亿5000万左右人民币 单靠赵庄根本无法完成这个壮举 并且这条路修起来以后 受益的并不是只有赵庄 所以单单让赵庄来出资修路也不公平 修路必须要得到上级政府部门的支持才行 芙蓉镇政委书记刘友才被双和事纪委双规之后 现在已经移交到检察院继续调查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检察院提起公诉 进入法院审判阶段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现在芙蓉镇员镇长段光辉代理镇委书记 党政一把抓 本来当段光辉知道赵长枪被枪击的事情后 通过种种途径已经判断出赵长枪可能射黑 因此他有些为赵长枪这个年轻人可惜 认为一个大好青年误入歧途了 但是当他看到赵炳武送到他面前的 关于重修赵庄到芙蓉镇的公路的报告 并且得知这个计划是赵长枪制定的后 不禁为赵长枪制巨大的魄力震撼了 从赵庄到芙蓉镇的道路 还是华国刚刚建国时修建的土路 现在已经坑坑洼洼 严重制约了这条公路沿线的几个村子的经济发展 这条路早就该修了 这也是芙蓉镇好几届镇政府想干的事情 但是由于缺乏资金却一直没有办成 现在赵长枪这个年轻人竟然提出了可行性报告 这就让段光辉不得不不对赵长枪再次刮目相看 段光辉很清楚 修好这条路可是真正的惠民工程 不但是芙蓉镇的政绩 也是嘉河市政府的政绩 自己如果真能把这件事给办成了 自己镇委书记前面的代字 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去掉了 但是资金呢 修路的钱怎么办 段光辉看着赵长枪的计划 眉头凝成了一个疙瘩 根据赵长枪的估算 这条路修起来得需要一亿五千万左右 这些钱不但芙蓉镇出不起 就连嘉河市也出不起 如果想层层上报 等待国家拨款 恐怕得等到猴年马月 赵长枪提到的 要在三个月之内修完这条路的计划 就根本只是一个泡影 既然赵长枪这个小家伙 提出了这么详细的计划 他肯定已经想到了 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 还是问问他吧 想到这里 段光辉拿起桌上的电话 就要给赵庄村部打电话 想仔细问问赵长枪 他打算怎样筹集资金 但是他刚拿起电话 却想到赵长枪现在伤势还没好利索 不一定在村部值班 并且自从赵长枪出事以后 自己也没去看看他 借这个机会 正好可以跑一趟赵庄 亲自问问赵长枪 是怎样打算筹集资金的 顺便也看望一下他的伤势 于是 段光辉放下已经拿起的电话 让镇党府办主任 马上准备车子赶往赵庄 顺路也可以亲自调查一下 沿路的几个村子 对修路的事情是怎么看的 段光辉并没有直接赶往赵庄 而是沿途到几个村子 和村里的村干部碰了一下头 特别是在小王庄和将军堂等几个大村子 更是重点逗留了一下 征求了一下他们对修路的看法 这些村干部听说要修路 当然举双手赞成 但是当段光辉说修路的资金短缺 希望各个村子能出一部分钱时 这些村干部的眉头 马上堆成了一座山 一个个哀声叹气地和段光辉诉苦 不断地强调村里的困难 这些都是段光辉早就预料到的 这些老土 油自满脑袋 都是自己面前的一亩三分地 和上面伸手要东西比谁都快 但是让他们出点血 却比登天还难 既然你们村中不出钱 那么修路占用你们村中的土地 你们能不能做做村民的工作 让大家放弃土地补偿款 毕竟这条路是为你们修的 不是国家公共事业占用土地 严格说来 这条路连县道都算不上 国家是不可能拿出钱 来补偿大家的土地的 在小王庄的时候 段光辉试着问村之书王国强 毕竟如果这些村民们 硬要土地补偿款 恐怕福隆镇连土地补偿款 都筹集不到 这也是几届镇政府 都没有将这条路修起来的原因之一 路是为你们修的 你们还要土地补偿款 谁也不愿当这个冤大头 既然你们打算要土地补偿款 好吧 那我们就不给你们修路 也不用占用你们的土地 这就是前几届镇政府官员的想法 别说他们 现在联想踏踏实实 给小清和刘裕几个村子的村民 半点时事的段光辉 听了王国强的话 都有这种想法了 因为王国强听了他的话后 马上摇得满脑袋露水珠子 连声说道 不可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白白让国家占了 他们吃什么喝什么 王国强说的冠冕堂皇 好像是一个为民请命的好干部一样 但是段光辉也是从村干部上爬起来的 如果真的有土地补偿款 到底有多少钱会真正进入农民的腰包 鬼才知道 段光辉看看王国强对修路的态度 再想想赵长强的修路计划 心中忽然有些感慨 谁想真心为村民办事 谁想利用修路的事情 从中捞一笔 一对笔就知道 看来这条路不好修啊 段光辉心中长叹一声 没有再和王国强深谈下去 在王国强点头嗨腰的送迎中 离开了小王庄 当段光辉离开小王庄的时候 在村口碰到一辆火红色的 兰博基尼敞篷版跑车 车上坐着一位长发女郎 路况时 再太糟糕 几百万的跑车在这条道上 还不如拖拉机跑得快 让段光辉惊讶的是 当女郎看到她的桑塔纳2000后 竟然按了下喇叭 从车上下来 走到桑塔纳面前 问了一句让段光辉目瞪口呆的话 只见长发女郎一脸期待地 对段光辉的司机说道 先生 咱们换换车开好不好 用几百万的兰博基尼 换十几万的桑塔纳2000 这女人有钱没处花了 还是她的兰博基尼有问题 或者天上掉馅饼了 司机一辈子都没开过兰博基尼 心中不禁付费 女郎看到桑塔纳的司机 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自己 知道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 连忙接着说道 我想到照装看个人 但是我的车子 在这条路上跑不起来 没法开 所以才想和你们换换车子开 明天我就会将车子还给你们 放心 反正我的车子比你们的车子值钱 就算我跑了 你们也不吃亏 段光辉听了女郎的话 笑了 看来这是个涉事未深的富家女 可是她的车子是镇上的 她就是想换也不行 于是笑着说道 小姐 这车子是福隆镇政府的 你就是拿台麦巴赫来跟我换也不行 女郎正是当初陈小刀养的小三杨美丽 她最近才听说了赵长枪被枪击的事情 今天正打算去赵庄看看赵长枪的伤势 可是她的车子在那条土路上实在太废物 所以看到段光辉的车子后 情急之下才想和她换换车子开 本来她以为用自己几百万的兰波基尼 换一辆桑塔纳两杆 人家一定会答应的 没想到人家根本不答应 正当杨美丽有些沮丧时 却听到坐在车里附加位上的段光辉隔着窗户 又对她说道 正好我也要到赵庄办事 你不如放下你的车子和我们一起去吧 杨美丽这才转优为喜 放好自己的车子 钻进了段光辉的车子上车之后 一攀谈 才知道面前的中年人竟然是福隆镇的代书记 而她也恰恰是到赵庄找赵长枪 于是 杨美丽便开始得不得地说自己和赵长枪关系如何如何好 赵长枪是个如何如何优秀的人才等等 杨美丽虽然有些劳道 但听美女劳道也是一种享受 有这么个可人陪着 连司机都觉得 面前尘土飞扬坑坑洼洼洼的土路不是那么操蛋了 赶中午饭点的时候 一车三人终于到了赵庄村部 当段光辉再次看到赵长枪的时候 心中不禁大为惊讶 赵长枪的生命力也太强了 她本来以为赵长枪瘦了那么 重的伤 现在就算不躺在床上养身体 行动也非常困难 没想到赵长枪除了行动 仍然有些不变外 气色已经完全恢复过来 从外表看一点 都不像一个被打了四枪的人 赵长枪早已经知道 段书记要亲自过来 所以亲自带着村两尾的几个干部 迎到了村部大院的大门口 让她惊讶的是 杨美丽竟然和段光辉一起过来了 段书记一路颠簸 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 我们已经准备了午饭 过会儿 我们一边吃一边谈 我在详细地给你说说修路的事情 赵长枪知道段光辉是为修路的事情来的 于是说道 吃饭和工作的事情不急 你的身体都好了 段光辉上下打量着赵长枪说道 好多了 谢谢段书记惦记 赵长枪随口一边说 一边就要领着段光辉进入村部办公室 却听到杨美丽在一旁说道 赵长枪 你不认识我了 见面连招呼也不打 杨小姐说笑了 我正要问你怎么和段阵长一块过来了 难道你也到阵上工作了 赵长枪连忙笑着说道 心中却想 这个杨美丽就是一团火 自己可得小心点 别烧着自己 并且一定要和杨美丽保持距离 绝不能让书方嫂子 看出自己和杨美丽有什么瓜葛 她很明白 王书方 谢兰兰 魏婷 李若萍 甚至小罗利正欣欣 几个人之间可能能互相容忍 互相接受其他几人和自己的暖昧关系 但是绝对不会容忍一个小三和自己在一起 我哪有那本事能到镇政府工作 长枪 你不知道 我知道你受伤之后 心中到底有多着急 本来今天打算过来的 但是我的兰博基尼在这条路上根本无法跑 心中正发愁 本想改天过来看你的 恰好遇到段书记也到赵庄 便搭乘段书记的车一块过来了 段书记真是一个好书记 放在别的书记 可能根本不会搭理我 杨美丽很会说话 聊聊几句话 不但说出了他对赵长枪的担心 而且不经意地将段光辉恭维了一番 他可没想到赵长枪听了他的话 心中却一声叹息 这就是杨美丽和王书方李若萍等人的不同 他可以因为自己的车 无法开到赵庄便发愁 打算改天啊 再来看自己 如果换成书方嫂子和李若萍几人 别说车不行 恐怕就是腿断了 他们知道自己身受重伤后 爬也要爬到自己的身边 杨美丽对自己的感情充其量只是好感 根本无法和书方嫂子等人和自己的感情相提并论 真是谢谢杨小姐挂念了 一起吃顿便饭吧 赵长枪不嫌不淡地说道 杨美丽还想跟赵长枪说几句亲热话 但是看到赵长枪对自己有些兴趣缺缺 而段书记又站在一边 只好忧愿地白了赵长枪一眼 随着众人走进一间办公室 赵庄村部没有专门的餐厅 为了安排这顿饭 妇女主任顾小梅专门将若大的计划生育学习室收拾了一下 当做了临时餐厅 饭菜早就做好了 荤素搭配 满满一桌子 但都是家常菜 盘子不少 却没有值钱的 虽然简单 菜却都是刚刚从赵庄村民的蔬菜大棚里采摘来的 新鲜绿色卫生 味道也很清淡可口 段光辉本来还怕赵长枪弄出一个满汉全席 违反纪律 看到桌上的菜后 才不经意地点点头 心想 赵长枪不八戒上级 不欺瞒村民 的确是个有发展前途的好青年 如果能在马上举行的公务员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成为体制内的人 前途将不可限量 没想到段光辉对赵长枪安排的这顿午餐没说什么 一同落座的杨美丽却撇撇嘴说道 长枪歌 赵庄现在可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子 招待领导 怎么能这么简单 这不是看不起上级领导吗 不如 这顿午餐我请了 我们去芙蓉镇五星级酒店 金海岸大酒店怎么样 陪坐的有赵庄村之书赵天雄 村委委员赵炳武 妇女主任顾小梅等人 大家听了杨美丽的话后 脸色不禁都是一变 心中都有些担心 本来按照赵天雄和赵炳武的主意 是想将这顿招待餐大操大办的 但是赵长枪却不同意 还意味深长地对他们说 虽然现在赵庄村部比以前有钱了 但是村里多少乡亲们的眼睛在盯着我们呢 如果我们借着招待上级的机会 大吃大喝 和以前的尹大发疑又有什么区别 众人这才同意了赵长枪这简单的安排 没想到段书记倒是没说什么 可和段光辉一起来的杨美丽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杨美丽是和段书记一起来的 谁知道他和段书记到底是什么关系 说不定这个杨美丽是段书记的小情人 到时候枕边风一吹 赵庄修路的事情可能就要吹了 饭桌上的气氛一时竟然有些尴尬 谁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如果让段光辉知道自己 因为将杨美丽烧到了赵庄 竟然引起了赵庄村委几个成员 对他和杨美丽之间关系的怀疑 不知会作何感想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杨美丽的话乍然听上去好像没有问题 也是一番好意 但仔细揣摩一下 却好像在说赵庄轻慢了段光辉 稍稍有点打脸嫌疑赵长枪倒没有在意这些 但是现在他忽然在杨美丽身上打了一个主意 所以此时也不好反驳他的话 于是也没有说话 段光辉看到大家神情都有些不自然 连忙说道 杨小姐 我看你的心意 我们就心领了 至于你在金海岸请客的事情 还是以后再说吧 赵庄到芙蓉镇这么远 路又这么难走 如果我们今天中午去 恐怕到了那里 大家的肚子也都要饿扁了 呵呵呵 众人一想 可不是这么回事 于是便都哈哈大笑起来 赵长枪端起酒杯 朝段光辉举了举说道 来 段书记尝尝我们村大陆书自酿的小石吧 味道好着呢 给平茅台都不换 众人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的确是好酒 味道甘美醇香 入喉令人回味无穷 段光辉连声称赞好酒 并且好奇地问这酒为什么叫小石吧 赵长枪笑着说道 这是大陆书亲自取的名字 武松喝酒十八碗 景阳刚上达猛虎 大陆书自夸他的酒后进十足 能媲美当年武松喝的透瓶香 三碗不过港 因此叫小石吧 意思是当年武松若喝的是他的酒 不用十八大碗 只要十八小碗 就能上井阳刚打虎了 赵长枪的话音刚落 大家便都又笑起来 段光辉更是说道 想不到赵庄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呀 怪不得发展如此迅猛 不过你们村既然有这么优秀的酿酒高手 为什么不自己办个酿酒厂呢 说不定用不了几年 又是一个国际名牌 小赵 你可别告诉我你没有这个野心啊 你小子心中想什么 别打算忙过我 如果你们村真的打算上这个项目 镇里在政策上绝对大力支持 或者镇里出资办厂 让那个大陆老哥来当酿酒顾问 怎么样 小赵 你不会不放人吧 乡镇企业一直是芙蓉镇的软肋 如果在段光辉的主持下 能办起一个红红火火的酿酒厂 也是很好的政绩 赵长强苦笑了一下说道 段书记 不瞒你说 这是我还真考虑过 并且和大陆书仔细盘算过这个事情 但是 大陆书的酿酒法子有些特殊 根本不能大规模生产 如果硬要大规模生产 酿出的酒就不是这个味了 所以 最后我只好放弃了建设酿酒厂的事情 段光辉知道赵长强说的是实话 茅台之所以金贵 就是因为产量低 而市面上大规模出现的茅台 根本不是正宗茅台的味道 于是只好遗憾地作罢 酒过三巡 菜过五味 众人的话题自然而然地 就扯到了修路的事情上 小赵 你那个修路的计划我已经看过了 我个人对你的这个计划相当赞成 但是你想过没有 这件事情太难了 单单需要的资金 就是个天文数字 没有国家的资金支持 根本无法修起来 并且在你的计划中说 要在三个月内 让这条路通车 是不是太乐观了一点 段光辉说着话 想起了这条路沿线的几个村干部的态度 不禁皱起了眉头 赵长强想了一下 然后才自真具拙地说道 段书记 这件事的确很难 甚至听起来 好像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世界上再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们不去做 就永远不能成功 只有我们努力去做了 才有成功的可能 修路这件事情 是我上任村主任之初 对村里乡亲们的承诺 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 给乡亲们办好了 不能让大家戳我的脊梁骨 说我只是一个 只会说不会做的二流子 赵长强的语气非常的坚决 段光辉算看出来了 就算镇上不支持赵长强的计划 不给他们资金支持 他们可能也会自己筹资 修好这条路 就是当年移山的渔工 恐怕都得佩服赵长强的这份决心 但是修路可不是 单单有决心就行的事情 那可是需要真金白银的 即使只是在原来路基的基础上 简单地铺上一层沥青 也得需要几千万 这些钱从哪里来 只依靠镇上出这笔钱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想到这里 段光辉对赵长强说道 小赵 你也曾经做过预算 要想修起你理想中的路 至少需要一亿五千万 这些钱镇上可是没有啊 现在我手里的那点钱 连撒芝麻盐都不够 镇里那么多村子都张这手和我要钱呢 对于资金的问题 你心中应该有个大概的打算吧 说出来听听 一个镇委书记和辖内的一个村主任 说出这样的话 连段光辉自己都感到有些不自然 但他说的可都是大实话 赵长强笑了一下说道 段书记 关于修路的资金问题 我的确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如果镇上真能下大力气办 这条路绝对能修起来 那你还不赶紧说说 段光辉听赵长强说他有办法 马上着急地说道 其他人包括杨美丽 都将目光投向了赵长强 他们虽然知道赵长强打算修路 却不知道赵长强有什么办法能弄到钱 赵庄虽然有钱了 但是村里的那点钱 相对于修路所需要的资金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我打算从三个方面来筹集资金 首先是向社会成功人士募集资金 当路修好之后 我们可以再设立一座通车纪念碑 将出资人的姓名捐刻在上面 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 不要忘了他们 第二 我们可以让沿途几个村子都出点钱 毕竟这条路修起来后 获益最大的就是 沿线的十几个村子 要想付 先修路 这条路修起来后 肯定能拉动这些村子的经济发展 当然由于各个村子的经济情况不同 出的钱可能也不一样 但有总剩余无 通过这两条途径 筹集到的资金 将作为公路开工的前期资金 第三个资金渠道 就要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了 这就要看断阵长的了 由于上面批下这笔钱来 需要时间 所以我认为可以先以政府的名义 向各大银行贷款 等上面的钱拨付下来后 再用来还贷 这笔钱 由于到位的时间可能比较晚 所以将作为后期资金投入 赵长强说完后 便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段光辉 毕竟政府部门的拨款才是大头 而这笔钱能不能申请到 就看段光辉的水平了 段光辉听完赵长强的话 眉头却凝成了一个疙瘩 在他看来 赵长强的话好像有些道理 但根本没有可操作性 首先 向社会成功人士募集资金 可能就根本募集不到多少钱 赵长强的主意说白了 就是让那些土豪花钱买个名声 但是在这个利益制上的时代 谁还愿意花钱去买一个 并没有多少影响力的名声呢 毕竟这条路只是一条会民路 不像高速路 修好后是要收费的 是有回报的 这样一来 那些土豪付出的钱 和打了水漂也差不多 哪个土豪会干这种 看上去有些傻貌的事情呢 在此 赵长强的第二个资金来源 更是有些天方夜谭 让沿途的几个村子 出钱修路 他们还打算在修路时捞一笔 和政府大大的要上一笔土地补偿金呢 最靠谱的是第三条 但还是那句话 这条路不是高速路 修好后是没有回报的 银行能给这样的工程 带出大笔的款子 就算以政府的名义向银行贷款 可是政府一旦不拨款怎么办 银行的窟窿谁来填 哎 赵长强虽然有冲劲 但毕竟还是太年轻 看问题太乐观啊 段光辉在心中仔细地分析了一下 赵长强筹集资金的方法 不禁想到 但是他却没有这么说 那样太打击赵长强的积极性 毕竟赵长强的要修路的想法还是很好的 这年头真心真意想给村民办点实事的村干部有几个 段光辉想了一下 然后才对赵长强说道 小赵 以你看 我们能从社会成功人士手中筹集到多少钱 他想让自己的话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让赵长强自己明白 他的第一个筹钱渠道其实是很幼稚的 段光辉边说边端起了酒杯要小酌一口 给赵长强一点思考的时间 没想到赵长强却想也不想地说道 虽然我不知道从别人身上能筹集到多少钱 但是有一个人已经答应要出资六千万 用来修我们的这条路 扑 可嗨嗨 段光辉扭头将刚喝到嘴里的酒全喷了出来 被呛得连连咳嗽老半天才缓过进来 迫不及待地对赵长强说道 啥你说啥有人愿意出六千万 我的天这个人到底是谁 其他人也都两眼放光地看着赵长强 谁都没想到赵长强竟然认识这样有钱的土豪朋友 一边的杨美丽却没有说话 他隐隐猜到了赵长强说的这个人是谁 果然接下来杨美丽就听赵长强说出了那个让他痛恨的名字 只听赵长强说道 他叫陈小刀 段光辉一愣 楠楠说道 陈小刀 这个名字好像有些熟悉啊 小腔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全国通缉犯陈小刀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村支书赵天雄忽然问道 他整天闲得没事 就爱看新闻 陈小刀被通缉的消息 他是看过的 并且 他曾经一度怀疑现在赵庄公募的看幕人就是陈小刀 但是后来和看幕人聊了几次发现他博学多才写的一首好字 并且是个博子根本不是电视上的样子才打消了他的疑虑以为那只是一个和陈小刀长得很像的人 在他想来陈小刀这样的人就是一个粗暴的爆发户 根本不会有什么文化内涵 绝不是看幕人那样子的 段光辉听赵天雄这么一说 也想起来陈小刀是谁了 便用疑惑的眼神看着赵长强 心中却有些担心 赵长强如果和通缉犯有什么牵连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赵长强察言观色 马上知道了大家特别是段光辉心中的想法 大家都担心他和国家A级通缉犯陈小刀扯上关系 其实他们却不知道 现在不但赵长强和陈小刀有关系 赵庄的许多人都和已经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看幕人 专门给顾客客墓碑的陈小刀产生了关系 不过由于陈小刀现在隐姓埋名 又成了瘸子 相貌也有些改变 没有人会相信他就是曾经风光一时的陈小刀而已 于是赵长强马上解释道 你们不要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 我之所以得到陈小刀的六千万完全是偶然 陈小刀发家 就是因为坑了赵庄和将军堂老百姓 二百多万单身款 前些日子 我到省城林河市和他讨要单身款的时候 陈小刀正好因为和其他黑帮 在进行军火交易的时候 发生火拼而溃败 身体也受了伤 我费尽周折见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生命垂危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弥留之际的陈小刀忽然良心发现 才将所有的单身款都归还了赵庄和将军堂的乡亲们 并且将自己的资产托付给了我 让我用这笔钱帮他做点好事 也算为他犯过的罪孽赎罪 所以我才得到了他的六千万 现在我打算将这笔钱用在修路上 并且在将来的修路纪念碑建成后 一定要写上陈小刀的名字 赵长强说的完全是一派谎言 虽然听起来有些合情合理 但是仍然有许多的漏洞 所以段光辉听了他的话后 马上下意识地问道 他为什么不把这笔钱交给他的家人 比如他的父母妻儿 却交给了你 或者直接交给政府 那样或许能减轻一下他的罪责 其他人也将疑惑的目光投向了赵长强 毕竟这件事实在有些匪夷所思 毕竟如果赵长强不把这笔钱用来修路 而是自己藏起来 恐怕谁也不会知道 只是杨美丽却将头低垂了下去 没有去看赵长强 陈小刀到底是怎么垮掉的 他知道的七七八八 那件事情的真相 根本不是警方公布的那个样子 而是因为陈小刀绑架了赵长强的女朋友李若平 而赵长强冲冠一怒为红颜 才一举将陈小刀灭掉的 当初独玫瑰集团的人为了要挟陈小刀 还曾经将他也软禁起来 他也是从那时候才认识赵长强的 虽然杨美丽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却没有打算戳穿赵长强的谎言 毕竟赵长强能谈笑间 将势力庞大的陈小刀集团灭掉 而且警方最后还发布了 那样一条不着边际的消息 这就说明赵长强的可怕 杨美丽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小三 他可不敢得罪赵长强这样的神秘人物 只是低垂着头 听着赵长强怎样回答段光辉的话 为自己圆谎 我能找到陈小刀也是极其偶然的 当时他已经生命垂危 并且正在被通缉 所以他的身边根本没有一个亲人 而当时我也曾经劝说过他 让他把这笔钱交给政府 但是他却说将这笔钱交给我 比交给政府的某些官员更让他放心 至于他为什么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 大概是我人品爆发了吧 赵长强笑了一下说道 笑得却有些狡猾 段光辉心中不禁暗暗叹了口气 赵长强虽然没有具体的解释 陈小刀为什么不把钱交给政府有关部门 可是他却能猜得到 现在由于一些官员的贪腐 已经让一些普通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 更别说陈小刀这样被政府通缉的人了 他宁可相信一个能不怕危险 为民追讨欠款的村主任 也不相信政府的某些官员 这到底是谁的错 由此可见 党风连政建设是多么的重要 如果任由某些贪腐官员胡搞下去 毁掉的将是大厦的整个根基 好在上级部门正逐渐加大反腐的力度 老虎苍蝇一起拍 前些日子 刘友才和家和市一帮大小官员的落网 就是明正 想到这里 段光辉的情绪不禁有些低落 不再去深思赵长枪和陈小刀的关系 而是说道 不说陈小刀的事情了 无论这家伙到底有多坏 最终还是做了一件好事 有了他这笔钱 我对修起这条惠明路也大有信心了 只要我们再向其他一些社会成功人士发起号召 相信一定能筹集到不少钱 有了这笔钱 修路工程就能提前启动了 段光辉的话刚说完 赵长枪就接着说道 段镇长 说起成功人士 我们面前就有一位啊 赵长枪边说 边笑嘻嘻地看着郑子系听他们谈话的杨美丽 段光辉一拍脑袋 心想 可不是乍得 虽然他不知道杨美丽具体是干什么的 但是能开数百万的兰博基尼豪华跑车的人 能是没钱的主 就算他没钱 他的家人也一定有钱 杨小姐 我们这条路修起来 你的兰博基尼就能在这条路上畅通无阻了 现在连通缉犯陈小刀都捐出了六千万 难道你就不一丝一丝 段光辉老坚俱滑地笑着对杨美丽说道 杨美丽差点没被赵长枪和段光辉这一唱一鹤的话气得吐血 他哪里是什么成功人士 陈小刀现在下落不明 他连成功小三都做不成了 歪歪的自己好端端的来看望赵长枪竟然被这家伙给算计了 其实赵长枪此举却大有深意 杨美丽是陈小刀的小三 虽然他极其讨厌陈小刀 但陈小刀当初男女兼收 对杨美丽可是下了大本钱 让杨美丽开好车住豪宅 想见了荣华富贵 也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 如此下去 他这个人早晚得废掉 如果现在杨美丽能将陈小刀给他的东西吐出来 趁着自己年轻重新去打拼 难保不重新活出一个有意义的人生 当然 这只是赵长枪的一厢情愿 杨美丽到底吐不吐出陈小刀给予他的东西 是他自己的事情 赵长枪也不能强迫他 他上面的话 本就有玩笑的成分在里面 杨美丽看看一脸坏笑的赵长枪 再看看一脸期待的段光辉 就是想哭穷的心都有了 只好一咬牙说道 好吧 为了修起这条路 我愿捐出五百万 这可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估计路修好以后 我也没有车子在上面奔驰了 杨小姐真是一个热心工艺事业的好人 我代替这条公路沿线的数万乡亲们 敬杨小姐一杯 赵长枪端起面前的酒杯起身 和杨美丽碰了一下杯 然后一饮而尽 杨美丽白了赵长枪一眼 有些忧怨地说道 长枪哥就不能不要叫人家杨小姐吗 难听死了 你就叫我美丽吧 说完 将杯中酒喝个底朝天 哎 一中人静的酒 味道就是不一样 美丽原本就这么美丽 我在叫你美丽 怕你骄傲啊 赵长枪随口说道 杨美丽听到赵长枪果然叫他美丽 并且称赞他漂亮 心中不禁一甜 刚想再说几句 却被段光辉抢了先 只听段光辉说道 小赵 有了陈小刀的六千万 再加上杨小姐的五百万 你的第一条筹资渠道就算成功了 可是我认 为你的第二条筹钱渠道仍然太乐观了 段光辉将来赵庄时 走访沿线几个村子村干部的经过 详细地和赵长枪说了一下 最后说道 所以 我认为这些沿线的村子不但不可能出钱 可能还会和政府要不菲的土地补偿款 赵长枪也没想到 那些村干部竟然是这种态度 这可是在为他们自己修路 他们不但不出钱 还打算和政府讨要土地补偿款 简直岂有此理 哼哼 这根本不是几个村子的乡亲们 想要土地补偿款 而是那些村干部们 想要土地补偿款了吧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赵炳武冷笑一声说道 当下农村的许多村干部捞钱无门 就常常打土地的主意 想方设法地将土地卖出去 一旦有商业占地或者国家公路占地 他们就会和相关部门漫天要价 不给钱就怂恿乡亲们闹事 可是一旦土地补偿款拨付下来 真正交到乡亲们手中的 却常常不到十分之一 可是一旦政府不答应给乡亲们土地补偿款 恐怕道路一旦施工 会有许多乡亲们出来阻挠啊 段光辉担心地说道 赵长强想了一下说道 占了乡亲们的土地 的确应该给他们相应的补偿 但是这个补偿款不能由政府来出 应该由各个村子自己想办法 我们只是在原来路基的基础上 拓宽道路 其实占用的土地并不多 每个村子都能承担得起这笔费用 并且每个村子在划分乡亲们的责任田时 都会预留出一部分土地 当作承包地 其实这些土地有一大部分 是被那些村干部自己无偿地耕种了 只要他们能将这些土地吐出来 补偿给土地被占用的乡亲们 乡亲们被占用的土地就得到了补偿 他们当然不会再闹事 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赵长强说的这些 村干部出身的段光辉当然都知道 让他头疼的是那些村干部的态度 他们真要煽动乡亲们和镇政府硬顶着 镇政府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总不能将这些村干部都撤掉吧 况且 土地补偿款的问题一直是个社会热点 因此而闹出的大大小小的事情 比比皆是 甚至许多地方都闹出了人命事件 引起了国家高层的注意 这才是最让段光辉忌惮的地方 一旦在土地补偿的问题上 闹出了事端 不但路可能修不成 而且自己不但无法去掉带书记前面的带子 恐怕连镇长也当不成了